今天分享掌握趋势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决策者 我是王嘉玲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科技业 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人物 这位决策者 那么这位人物呢 他非常不容易 他可以说是我们IT产业 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 而且他还是我们科技业 创业的教父 电脑教父 欢迎我们的宏基创办人Stan哥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董长今年新春团拜的时候 才跟大家说 他非常看好今年的高科技产业的表现 而且他想要坐在家里头 领股席就好了 那当然前几天我才收到 我们宏基最新的财报 去年一整年宏基 他们的业绩是重回百亿 恭喜董事长 谢谢 对 非常的开心 不过现在 其实在全球的动荡不安 我们也看到说 疫情都还没有完 乌尔战争又开始 然后接着又是升息 然后全球的油价不断的攀升 董事长怎么看 在这样前所未有的复杂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一年全球的景气会怎么样变化 我们当然尽量去观察 但是那个我们是无法控制的 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只是来应对 那应对对于企业经营 就是把体质弄好 把弹性准备都好 所有的状况发生都能够应变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今年的景气 实际上不可抗击的因素还很多 所以我一直在讲台商最重要的 就是好的时候抢得快 不好的时候损失的少 就是弹性速度是我们最重要要有的 那这个当然要平常的能力 跟劫测的速度都是很重要的 在上一次看到这么样复杂的一个 经济环境大概是什么时候 没有印象了 因为不管金融危机或者金融海啸 都是单一的因素 这一次的因素特别多 每一个因素都有所影响 但是很明显的以疫情来讲 台湾的疫情的控制 再加上台商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的GDP还前两年 都是世界可以说名列前茅 对 我们表现非常好 对 所以我想我们就是把自己弄好最重要 台商最重要就是在这个变化的局势 我是个人认为越变化对台湾是越好 不过我们看到现在其实乌尔战争当中 国际社会包含我们台湾都对俄罗斯 有一些制裁的动作 那前一阵子大家也谈到说 其实PC产业在去年发展得非常好 这两年业绩非常的亮眼 可是当中谈到像我们的双A 其实我们都有出货到俄罗斯去 那在这一块这个时间点 您觉得全世界对它的制裁 对PC产业会有一些影响吗 以我们台湾来说 当然啦 因为我们在那边的业务 当然先几乎都暂停了 那至于可能的应收账款 也要花工夫慢慢把它收回来 对 大概5个percent 这样占比是多的吗 5个percent当然是很大的市场 算是大的市场 因为它人口也多 市场也大 那乌克兰很明显的 可能应收账款收不回来了 那怎么办呢 要从哪边补回来 就是从别的地方努力来补回来 不过经营企业不可抗击的因素 是随时都存在 关键赛尼平常的体质要弄好 财务结构也好 基本面的部分 对 最重要 那这一次其实对PC产业来讲 董事长觉得5%就很多了 那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全球晶片荒也好 一段时间 这一次董事长应该每天 董事长说每天 他都会花好多时间在看Google 所以他非常了解全球局势 乌克兰其实在这个半导体产业 它有很多的原物料 像是奶器 它就大概出给全球的这些厂商 大概有占了七成之多 那您觉得如果说全球晶片荒 已经这么严重了 乌克兰它又受了这样的重创 那全球这样的供应链 会不会更加紧缩 我想供应链这几年都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都有很多的挑战 对 那目前当然所有的厂商都在思考 在这个冲击下面损失会最少 同时为未来的供应链的布局 要重新再去思考了 那如果以个人电脑 自通信的角度来看 台商本来就是不是很常链的 我们都是在各个州都有工厂 早就分散都已经 究竟是供应了 那这里面所有的这种变化 可能也就是我们的速度跟弹性 来面对不可抗击的这种变化 现在看起来这个市场 还充满很多不确定因素 大家还不知道说 他们到底还要持续到多久 还要开战到什么时候 所以要做好很多的因应 不过除了半导体之外 乌克兰它还是国际重要的 IT外包服务的出口国 据说在他们国家的工程师的年薪 是在美国的大概少了70% 这样的年薪 所以说像是Google 微软 其实都在那边有设有研发中心 据董事长了解有吗 台湾也是现在高科技公司 尤其美国公司在台湾设研发中心 我们的成本不会比乌克兰高很多 我们的效率还会比它高很多 大概以年薪来讲落差多少 不是 因为我们跟美国欧洲来比 大概四分之一的薪水 但是我们如果做好的总薪水 因为我们有特别有绩效 或者员工分红的这个部分出来 甚至于如果比较高层的主管 拿的薪水会比美国欧洲还要多 但是一般平常的薪水 是比美国欧洲要低很多 那这个是台湾的真正的竞争力 我们以在那个结果下 像高科技算是本来就是高薪了 高薪比起美国欧洲还是低薪 但是我们的生产效率比它好 所以我们的竞争力特别好的 主要原因在高科技 董长那你觉得会不会在乌克兰 这样的情况之下 因为很多欧美国家 其实之前都是外包给他们 工程的部分 那台湾有没有机会在这个时候 我们抢得先机 然后把更多的商业往我们这边来 因为我们人才真的很多 我们人才很优秀 但是是不够用 我们自己的都不够用 有美国高科技 Google Microsoft 大家Dale HP 都在台湾找研发中心 所以人才是完全不够 尤其我们在半导体的人才 因为我们占有世界的占有力 是很高过 应该总加起来应该60%以上 台积电就超过50% 全部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切 未来的人才是很切很切 所以应该 我现在是一直希望 在立法院还在讨论的 新经济移民法 我们要用国际的人才 尤其东南亚的人才 来帮我们补我们未来人力不足的地方 董事长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我们人才不够 那你就得要开放 网罗更多人才进来 对 那您觉得除了立法院现在在进行的这个法案之外 还有别的方法吗 应该观念应该是属于 我们还要国际化 台湾的价值是在于我们对全球的贡献的多寡 那一定要国际化 那国际化如果有很多国外的移民进来 或者留学生进来 我们一起为人类全球做贡献 我们总是要有一些伙伴 他更了解当地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觉得整个未来台湾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 还有很多发展空间 对 不过其实在去年我们也看到一个好消息 就是因为国际趋势的动荡不安的关系 其实有非常多的台商回流都涌入到我们台湾 过去几十年他们可能都在国外 可能是中国或是东南亚打拼的伙伴 都回到台湾来设厂 那回到台湾设厂 其实前几年在我们本土的企业 大家都有在烦恼说 如同你刚刚说的 缺人才 缺地 但是 对 所有的这些企业回来之后 大家就要盖工厂了 那盖工厂首要面对到的就是 缺电的问题 偏偏我们现在又必须跟上国际的脚步 我们一定要做能源转型 那缺电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我想我们就积极在利能方面 再生能源方面积极在投资 那有的投资像风能都需要一点时间 建制的时间相对比较长 那慢慢的我们反过 政府应该有很好的政策 在这方面加重再生能源的投入 那实际上台湾对于节能减碳 尤其高科技的东西 让节能的这个科技 我们台湾应该还可以做得更多 还可以怎么做呢 因为你实际上现在半导体 用的电很多 但是它所做出来的晶片 所对市场人的工作生活 服务的更多 但是它是更省电的 所以所有的节能的方案 我们应该物联网也在这方面会有 人工智慧在这方面都可以帮上忙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方面利能 一方面是节能减碳的 不管是建筑或者制造 这里面呢 开源节流必须要同步来做 我们就是因为有这么多新的 复杂的需求 那台湾具备这个能力 那我觉得台湾的政策是应该 政府率先创造我们国内的市场 我们面对未来是以内需来带动外销 内需带动外销 而我们外销的项目 越来越多是比较整合方案 比较复杂 附加价值更高的方向 朝那方方向走 那这个复杂像智慧城乡的需求 那这个都是有政府的政策 提供这个需求 让我们台商现在台湾磨练 然后再来做外销 董事长曾经有这个企业 在这一段期间 他提出了一个解套方式 他认为说既然台商大家都回流 那与其说这样 我们电其实没有办法一次上来 当然我们政府很认真在做绿电 在做能源转型 可是没有办法一次到位 曾经有这个厂商 他们建议说 要不要干脆我们把一些 需要高耗电的一些产业 再往外部来移 靠别的国家 然后不要说让台湾 光是这些大户 就用电这么的凶 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妥当吗 应该在考虑的是 你用电 我们电费太低了 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 对 台湾的电力非常的便宜 重要的是思考 我们用电所产生的 附加价值的高低 我们人不够 我们做的事情附加价值要高 我们的电不是很充裕 我们用电对于附加价值低了 我们来辅导它 用其他的模式 甚至到国外去 实际上 比如说像Data Center 因为我们的电力是最便宜的 所以国外就想要把 资料中心放到台湾来享受 很多都来了 Google他们也想来 对 那这个都是属于 政府看到这个是 应该有长期的规划 这个规划实际 是属于我们有限的资源 人的资源 电 土地各方面的资源 如何往高 附加价值的方向走 那有很多 我们本来也需要国际化 对 而是我在1989年 在总统吴提出科技岛跟世界公民 我们的国际化是要对当地做贡献 不是赚他的钱 而是大家一起共创价值 有很好的利益平衡的机制 对当地有贡献 把自己定位就是当地的工 企业公民的一个角度来看 所以我们的思考是把我们的国力 或者国土延伸到 有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创造 未来的更高价值的地方 大家一起来合作 你觉得直至现在这样的一个概念 还是适用的吗 当然啦 我是认为至少 我不管讲30年前 20年前现在很多在谈的 很多的新微笑起线 微笑起线已经30年了 新微笑起线 5、6、6、7年了 都是一个大趋势 只是我们要往那一个 未来的趋势里面 我们要有认同 我们要能有一些新的核心能力 我们概念性要改变 思维要改变 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核心能力 也要做调整 比如说美国 为什么自在也没有办法在美国 为什么 他不愿意做啊 不是 他是那个人做不来啊 也不愿意做啊 做比较辛苦啊 那转型我们的人口 我们的有限的人 能够朝未来是有需求 附加价值高的方向 那这个都是政府长期的政策 绝对不是一天 我们今天所谓 我们最近最流行的就谈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就是要超前部署都是要死人 所有的今天的成绩都是 是以前的政策 二三十年的政策 所以我们要看得更简面 慢慢累积出来的 有一个同仁一进来较大毕业 我说五千块 公司随时要倒闭 但是呢 你学习的东西以后 一定用得上 真的吗 都讲明白 冰水还要打六折 没有那时候没有